今天下午我们要用假如今日死亡灵道作为一个题目和大家来探讨 有这么一次一个传道人到一个医院去做布道 这个传道人布道的题目非常的简单 只有一个字 这个字就是死 当然这个题目出现在医院里大家都不愿意听到 两个老太太参加这个布道会的时候看见这个题目 他们觉得这个题目是一个不吉利的题目 所以他们用双手堵住自己耳朵就是不想听 甚至他们不愿意再听而要离开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传道人大声地说 我们难道不了解吗?死是一个事实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事实 不论我们健不健康有一天总对要面对这个事情 今天不面对改天就要看到 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来这边听这个题目就是因为你要知道死之后要做什么 我们请看传道书 传道书的第八章的第八节 传道书的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节 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其这场征战 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 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许多有权力能力的人 就好像我们看到历史里面有很有利的皇帝 今天我们看到各个国家都有总统总理 他们都大有权柄 他们的权力甚至能够动用兵权 去到全世界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这一节告诉我们一件事 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人 时间到了时候 没有人有这样的权力能够掌管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场征战 有一天你会输了这场征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最有名的一个消息 今天的报纸全都出来了 住在Richmond的地区 大家都听到了这个很惊人的消息 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昨天下午 有一个轻型的飞机 从机场起飞之后 起飞之后不久 他就失去控制 最后撞上了在Richmond的一个大楼里 使得这个大楼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洞 那么在这个公园里面呢 确实有人住着 那么这样的冲击力 使得这个驾驶员立刻死掉 但是还好被撞了这一户人家 虽然受伤了 但是没有死 我们想一想这个事情的发生 有时候我们看看外面下雨 所以不想出门 因为厦门出去开车 又下着大雨 实在是有点危险 或是我不想出门到台湾香港 因为上了飞机 总是有不安全的感觉 我相信在家里面总是最安全吧 但是我们想一想 今天那个人 不就待在家里面 最安全的地方 飞机就可以这么样的冲进来 当我们坐在 当这个人坐在家里面 看着电视的时候 他怎么也想不到 下一秒钟 飞机就这样飞进他的客厅里 开飞机的驾驶员 再也没有想过 说今天就是我最后一次起飞 我今天晚上也看不到自己的家人 没有人知道 下一分钟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在这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真确的事实 没有一个人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 因为死亡就是一个事实 但是面对这个事实 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态度 第一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就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想 不想这个死的事 因为他们怕提到这个事 特别是中国人最怕提到死这个字 他们不想提到或是有人听到死这个字 比如说 比如说在香港跟台湾这个地区 如果有空房子要卖 在广告上绝对看不到说空屋出售 因为在广东话里面空屋代表是很不吉利的屋子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广告上都说 集屋出租 集屋出售 那我们再看人家说这个遗嘱 很多人想说 做遗嘱是不是我快死了 因为做遗嘱就是死前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香港这个律师呢 非常聪明 所以他不管它叫做遗嘱 它叫做平安职 那么我们看看卖棺材的店铺 所以棺材铺呢 在中国人里面管它叫长生店 所以死人穿的衣服 管它叫兽衣 换句话就是说 都是取吉祥的名字 原因就是因为人不喜欢听到死这个字 或者死的这件事情 特别是过中国年的时候 如果我们去跟人家拜年的时候 提到死这个字 那就真的糟糕了 因为别人听到的都不喜欢你的 因此很多人都很怕去想 或者提到这个字 但是我们要了解 不去想它 不见得会不看到这件事 不会遇到这件事 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个事实的 因为你一出生 就要有一天看到死亡 我们一有开始就有结束 因此我们不能够落在魔鬼的诡计里面 因为魔鬼不希望人去想死这个字 因为它要让人觉得说 我总是长生的 它总是希望人能够为了自己而忙 忙着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但是不可以忘记哦 因为有一天 明天 也就是明天将不会是属于我们的 有这么一个帝王 在古代的中国 也就是说 他找一个特别的人 能够让他很高兴 很爱笑 他找这个人 能够在王的面前 能够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让这个国王开心快乐 因此这个国王当然很喜欢这个人 所以给他一个名字 名称 那么 也就是把它称为叫傻王 因为呢 他常常让这个国王非常地开心 有一天这个国王生重病了 这个国王也知道自己活不久了 所以他叫这个傻王 让他每天很开心这个人过来 他告诉他 他不想告诉个人说 他明天就要死了 他告诉个人说 我明天就要出门旅行 而且会去很远的地方 那这个傻王 那这个傻王就问他了 你去哪儿呢 那国王说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这个傻王又问 那么你要去多久呢 国王说 我也不知道 那么傻王又问 你要带任何行李吗 国王说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带什么行李了 那么这个傻王说 说国王啊 你也不知道要去哪儿 又不知道要去哪儿 多久 也不知道要不要带行李去 那么你告诉我说 明天你就要去远行了 那么你可能比我还傻哦 其实是这样 事实上许许多多人 都不知道死后到底要去哪里 他们只是怕去想 所以避免去想 有这么一个打铁的工人 我们都知道 在一些影片我们都看到 如果要烧铁的话 必须要很高的温度 才能够烧出一个很好的铁块 所以打铁的工人 在这个一个不小心情况之下 他掉入了这个 熬铁的这个火炉里 所以他的下半身 全部被烧伤 那么他就要死了 那么他的同伴们 发现这件事 那么赶快把他救起来 送他去医院 那么这个受伤的这个工人 他说不要再赶去医院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痛的 就要快死了 他告诉他的同伴 那么问他的同伴说 你赶紧告诉我 最重要一件事 我如果死了要去哪 如果今天我们周围的人 有一个人 这么问我们这样的问题 也许你会觉得 这个人问了一个 很好笑的问题 谁知道死后要去哪里 但是这个受伤了 打铁的工人 问了一个很严重 而且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玩笑话 但是很可惜的周边的人 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他到底要去哪里 然后他就这么死了 所以话归 我们总归来说 很多人很怕提到 这个死的事情 但是避免它 并不是说 我们就可以逃避了 因为有一天 甚至有一天的早餐 我们也再也看不到 那起来的太阳了 第二种态度呢 有人会这么想 我这么忙 每天都这么忙碌 我哪有时间去想这事啊 我不如好好把握今天 把今天活得有意义 明天怎么样 我就不去想它了 这样的观念 事实上是从 孔子论语里面 来的出现了一个观念 那么大家都知道 孔子有个很有名的 学生子路 今天子路问孔子 老师这么一个问题 他问孔子说 似乎我们从来没有提 说怎么样去侍奉鬼神 你能不能提一提 死是什么事啊 孔子这么回答 很有名的一句话就出来 为之生 焉之死 换句话就是说 你今天最要好好活着吧 如果你好好活着 有意义的活着 那么你就不用知道 死是什么事了 听起来好像是正确的 连孔子自己都不知道 死是什么事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也没有死过 当然孔子身为老师的人 没有办法正面回答 子路问他这样的问题 他只能够以老师的身份 告诉说一个学生 今天你好好活着 就是了 但是我们今天要了解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重点是说 孔子不知道的事情 不见得 它就不存在的一个事实 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好好活着 很有意义的活着 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但是我们好好的 活着这个生命之后 有一天一定会有个 结束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丘吉尔英国 很有名的宰相 那么他是一个 很有名的政治家 大家都清楚 那么当然 他也是很有名的演说家 那么在历史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也是首先带领着 所有的军队 去攻击德国的 德国纳粹党 那么他也被选 他两次被选举为 英国的宰相 因此我们可以说 他的生命跟他的生活 都非常的具有意义 因为所有的人都尊敬他 在他81岁的生日的时候 在英国的人呢 就给了这位81岁的丘吉尔 一个很好的生日礼物 而且叫他 做一个演讲 当他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 他想说一些话 突然间他说 我已经81岁了 换句话 他的言下之意 我的日子已经不长了 突然间 人家可以看到他 整个情绪改变了 通常一个人 如果在生日的时候 都非常的开心 从来不会想到说 死是什么事 当他想到 他81岁生日的时候 他知道他日子不长的时候 他的态度整个改变 虽然像丘吉尔先生这样的人 有这么有意义的生活 也许你完成了 所有该完成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 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不知道 要去哪里的话 当然大家都会紧张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有一个很有名的财主 Let's turn to the book of Luke chapter 12 我们看这段经节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福音书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16节到21节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十六节到21节 十二章十六节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十七节 自己心理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十八节又说 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 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十九节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意义的吃喝快乐 二十节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二十一节 凡为自己积财 在神面前 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这里告诉我们 有这么一个财主了 他有许多的田产丰富 那么非常有钱 非常的丰富 那么可以看到他说 他的生意非常的兴隆 那么他的生意呢 会继续的发展 使他更加的有钱 因此他在这边说 我要盖另外一个更大的仓房 从这边看来 他是一个很成功的 做生意的人 那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看看 今天我们一个人 从完全白手起家 到成为一个 很成功的企业家 大概要多少年 如果我们幸运的话 大概要二十年吧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人 已经有这样的资财的话 大概差不多五十出头岁 然后他说 他要开始享受 那么他说 这样子我就可以快快乐乐 吃喝玩乐 可以好好的退休了 因此他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 让他能够达到 今天这么有钱 有资产的地步 但是重点来了 他用了大半生的生活 为了要能够创造 更好的生活丰富的地后 当他准备要享乐的时候 那么在那一夜 神告诉他了 今夜我就要你的灵魂 他当然是完全没想到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他很有钱 因为他觉得 他自己生命的价值 就建立在他 所拥有的财富当中 但是今天如果他死了 那么他在这个时候 就简直是没有意义了 对他来说 什么是剩下的呢 如果今天我就这样死了 那剩下的是什么 所以他等于是说 完全没有期待 有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他这么丰富的生活里 所以今天就算我们很忙 我们常常要想这个问题 今天如果我们不知道 死要去哪里 我们怎么说 我们要活得有意义呢 第三种态度 有人认为 生活是没有什么的 只要能够尽情享乐就好 这样的想法 事实上在今天的社会 非常的普遍 那么这样的观念 事实上从1960年代开始 1960年代 大家都知道 美国非常流行 所谓的西皮式 那么西皮式大家都知道 他们的穿着 非常的特殊了 他们有自己的发型 那么他们有自己开 开车的方式 跟开车的这种形态 他们有自己喜欢的音乐形态 那么他们特别强调一点 生活应该是无拘无束 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绑住我在我的生活里面 我也不希望任何的道德 规范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就是自己的主人了 我只要做我喜欢的事 因此只要说 我只要让我自己快乐 这就是我的生活 因此这样的生活形态 事实上造成了 所谓的性开放现象 因此他们也特别的 这样这种人 也特别的爱吸毒 因此在他们生活里面 除了尽情享受之外 就是这些不道德的行为 如果你问这样的西皮式 问他们说 你有没有想过死啊 他们会回答你说 死是没什么好怕的 死也就是说 当你在最快乐的时候 你忘记自己 那叫死了 那么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那么今天我们看看 如果西皮士还在的话 那么这样的主义 已经大概风行六十几年了 他们现在六十几岁了 他们也老了 那么我们也从没有听过 这样的生活方式 所谓尽情享受 无拘无束的这种生活方式 会让一个人死得非常快乐 相反的 相反的 相反的许多的人都追求 每天的生活 尽情享乐 但他到死的那一刻 却非常的空虚的 他们会非常害怕 因此这样的生活方式 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第四种态度 那么有人觉得说 死后啊 其实就是一了百了的事吧 因为死后完全没感觉了 是这样子吗 因为没有人可以告诉 没有人可以从死后 又告诉我们说 死是一了百了的事 那么这种观念 只不过是让人有一种借口 说死是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所谓的一死 百了的这种观念 是正确的话 那么整个世界的社会 整个社会 就会是一阵的混乱 为什么 既然大家都知道 死后是一了百了 那么在我活的时候 为什么要活的是一个正直的人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诚实的人 那么一个诚实的人 似乎就很难 在他生活上 找到所谓的发展 那么他很可能 要很辛苦的过一辈子 那么甚至有时候 被人家打压的 那甚至有时候 他会因为绝症而死的 被人家压迫的 但是看看那些 作恶多端的人 这些作恶多端的人 甚至活得比这些正直的人更好 如果这种死后 一了百了的这种观念 是存在的话 那么这整个社会的 整个世界的社会 就会一阵的混乱 因此告诉我们 这样的观念 是不够正确的 所以什么是正确的呢 我们都知道 在古时候 中国古时候 有个真子 那么他说了一句话 非常的有名的 他说 一只鸟要死的时候 他的叫声呢 你都可以听得出 非常的悲凉 当一个人将要死的时候 虽然他是一个 作恶多端的人 这么一个坏人将要死的时候 他也会说出 很感性的善言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他知道有死的这样的事情 正在等着他 我们请看 传道书第三章 11节 传道书的第三章 的第11节 传道书第三章 第11节 神创造万物 各按其时 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 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在这里告诉我们 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 他放了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 在我们的心里 那么这个观念叫做永生 永远 什么叫做永远呢 这个永远这个字 事实上在今天 所有的文学里面 没有办法去 很深切地解释 什么是叫永远 因为今天在物质的世界里面 我们不论是 闻到看到 吃到东西 都没有办法 称得上所谓的永远 为什么人类会有 这样的想法 想要有永远的事呢 因为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 已经将这样的观念 放在人的心里面 在我们死后 总是有这样 某些事情等着我们 当然我们属肉体的 煎熬不见了 但是这个灵魂 会永远存在的 所以今天许许多多的人 在死后 那么不论他们是不是 有任何的宗教的观念 那么我们都知道 活着的人 都会为这样死去的人 做所谓的 比较正式的告别式 为什么 那么通常这样的告别式 都是属于宗教性的告别式 那么不管你是基督教 或者其他的宗教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告别式 都是属于基督教式的告别式 为什么人要所谓的 为什么死人要所谓的 举办这种告别式呢 在动物界里面 我们从没有看到 任何动物举行 所谓的告别式 只有人类 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 这样的认知 人时候 会发生一些事情 我们看看昆虫界 如果昆虫死了 下一步什么 那么其他的昆虫 就会来吃掉 已经死掉的尸体 这是正常的 那么这变成了 一种循环 但是人类呢 如果有人死了 如果你的亲戚死了 那么我们不会想说 我肚子饿了 我们从来不会有想这样的事情 我们完全不会有这样的观念 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为他举办一个特别的告别式 因为我们会知道 他的灵魂绝对还存在的 我们必须要能够尊重 那么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说烤鸡 非常好吃的 但是我们从没想到说烤人会很好吃吧 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观念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 人类的灵魂在死后还是存在的 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九章 希伯来书第九章 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 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 且有审判 在这边这个经节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 我们不用去猜它 因为答案已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了 这里告诉我们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的 换句话在这里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人可以躲掉这肉体的死亡 但是下一句来了 死后 也就是肉体的死亡之后 有面对审判这件事 那么神要在他的面前 来审判每一条的灵魂 那么不论他活的时候 做了些任何各式各样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会听到 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经验 这样的体验 也就是说当他们快要死的时候 那么就在那快要死的那一刻 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 在死刻那一个 那个死刻的那一个人 他会从 他会开始好像看电影一样 从他出生一直到他死 所发生过的事情 在这当中他会发现 他已经做出很多事 因此我们可以说 我们刚才讲到说 人之将死先也善 其实是这个道理 我们请看启示录 启示录第六章 启示录第六章十四节 启示录第六章十四节 天就挪移 好像书卷被卷起来 山岭海岛都被挪移 离开本位 十五节 地上的君王 宰相将军赴户 壮士和一切为奴的 自主的都藏在山洞 和岩石血里 十六节 向山和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 和羊羊羊的愤怒 十七节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谁能站得住呢 这里告诉我们 在审判日来到的当时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都应该有去过海滩吧 我们去海滩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一个海边的大石头拿起来 我们会看到 把石头拿起来后 在那石头底下 原来那些小小的昆虫 爬虫类会到处乱跑 因为突然间 他们看到有太阳进来 那么他们这个 石头这个保护体呢 已经离开了 因此我们看到 这些昆虫 这些爬虫类 就很慌张地 落出乱跑 今天我们可以 用这样来形容 这段经济 今天我们看到 世界上 许多的人 都做不好的事情 今天我们看到 许多的事情 做事为人 都不按照圣经来做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他们没事 他们生活得很好 他们赚很多钱 他们甚至很健康的 很快乐的 但是 他们所做的事情 似乎也没有人发现 但今天有一天 就在审判日的时候 神来了 就好像在海边 我们搬起来 和大石头一样 所有东西 都要在太阳光底下 曝光 那么 看到 我们看到了 神的愤怒的大日来到 谁能站得住 逃跑呢 所以这告诉我们 一个很真 很事实的事情 今天我们说到 有一些观念 是错误的 今天在这里 我们要提 什么是正确的呢 那么这个死 是从何而来的 罪 带来的死亡 我们请看 创世纪第二章 创世纪第二章 从17节看起 16节看起 创世纪第二章 第16节 神吩咐他 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17节只要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 神并没有 所谓的创造 死在那边等人 在那个时候 死是完全不存在的 但是 死是在那边等待的 这个死是在天堂 应该是在这个乐园之外 的地方等待 神告诉他们 如果你不遵从我的命令 那么你就要死 今天我们常常会想说 那死是什么事呢 那么死和生 是一个亲戚的关系 没有生就没死 我们不可以指个石头 说它已经死了 因为这个石头 事实上从没生过 所以 人是有生命的 如果这个人的生命 离开了这个人 那么这个人就算死了 那么今天我们看 为什么亚当能够活着 当然神给他们 肉体上的生活 神也再一次 也同样地给他们 属灵的生命 但是如果他们 不遵守神的命令 那么神要抽取 他们属灵的生命 那么在属灵方面来讲 亚当算是死了 但是在这边 我们看到最后 亚当还是 不遵守神的命令 他不遵守神的命令之后 他还是活了很久 我们请看创世纪第五章 第四节 5章第四节 创世纪第五章第四节 在这边 在这边我们看到 亚当虽然不遵守神的命令 但是他共活了 930年才死 那么但是他的 属肉体的生命 在930岁之后 仍然面临了死亡 但是在 虽然他930 但是他的属灵生命 在之前就已经不见了 那么在他死后 他必须要面临的是审判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会有这个审判呢 那么在过去在台湾 在台湾 有这么一个 非常有医学观念的博士 那么这个人 叫做戴神弊 那么他这个博士呢 在台南是很有名的 这个人是没有神论 无神论的人 很多人都向他 传讲神的道理 但是他就是不听 这个福音 那么其他在他边上的人 都没有办法了 有一天 有这么一个布道家 传道人告诉他 那么你是一个 博士学位的人 那么你很会研究 那么你研究看看 这个题目 你好好观察 跟研究 这样的一个题目 也就是说 信主跟不信主人 当他在死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 那么你只要专心看看 跟研究 这样的一个题目 就好 那么他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里了 那么他是一个博士 当然他知道 怎么样研究 所以因此他做 很多的研究 他有这么一个结论了 他说 确实这样的比较之下 有不一样哦 不信主的人 当他们死的时候 他们可以感受到 那种惧怕 害怕的心理 不只是死亡 要将带来的痛苦 但是他们还看到 但是他还看到 那种人的惧怕 因为他们都怕死 有时候他甚至说 有时候看到那些人 看到非常黑暗 黑影啊 黑影 那么他们想要躲避 想要逃避 但是这些人 还是最后死了 但相反的 如果他 但是他看到了 这些信主的人 虽然他们有病 虽然他们病痛很深 但是当他们这些人 面临死的时候 他们却死得很平安 那么在这边 他研究出来结果 也就是当一个人 要死的时候呢 这些信主跟不信主的人 确实有差别的 为什么 因为基督徒 已经知道怎么样 解决这死后的问题 因为这个死 是由罪而来的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罗马书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十二节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十二节 这就如罪 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在这边告诉我们 罪因为 这样一个一个人 进了世界 死也就跟着罪来 因此所有的众人 在这个世界上 都要面临死的 今天我们会常常说 我是一个好人 我从来不偷不强 为什么你一直说 我是个罪人呢 当然如果我们用 加拿大的法律 来看我们自己 我们都是一个 很标准的国民 因为我们当然 没有犯 加拿大的法律 但是重点是说 并不是加拿大的法律 要来审判我们 在死后的时候 在我们死了以后 谁要来做这个审判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创造者 我们天父 我们最后的一个审判官 他不会用人类 所创造出来的 所谓的法律 他要用他所讲出来的话 是的 我们也许没有偷没有抢 但是我们是不是贪心了呢 我们也许没有强暴过人 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是不是出现过 这种情欲的观念呢 是不是我们说过谎 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们在活的时候 我们真正的 是不是认识了真神 并且敬拜他呢 那么因为我们有这种 所谓的罪 所带来的死亡 我们是不是活的时候 就能够面对这样的问题 而且把它处理好 17节告诉我们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宏恩 又蒙所示之意的 岂不更要因基督耶稣 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这边告诉我们 要藉由耶稣基督 使得我们这种 罪而死的事情 能够被解决 那么基督耶稣要变成 我们生命的国王 那么在台湾有这么一个姐妹 那么有这么样一个黄姐妹 认识她很多年了 她非常爱主 她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 那么她也为主工作 当她在50岁的时候 那么她的身体状况 并不是很好了 那么她发现她自己有胃癌了 当然这个对她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但是之后她渐渐的了解 她知道她的生命 生命是非常短暂的 有一天或早或晚 都要归于尘土 但是我们的灵魂 却永远存在 她知道她自己 是个信主的基督徒 因此她在她的生活当中 能够有坚强的信仰 那么她从她发现 自己有胃癌 一直到她结束 她的生命 总共是一年半的时间 她的见证或是她的奇迹 并不是因为 她的胃癌得医治了 她的胃癌 始终一直到她去世为止 但是她奇迹式的见证是说 在她这一年半当中 她的生活却这么的平安稳妥 因为她有盼望 因为她知道 她已经要回家了 有一天她的丈夫这么问她 亲爱的 那么我知道你已经快要去世了 你会怕吗 她说我不会怕的 她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为什么她说我准备好了 因为她已经很深刻的知道 她所谓的肉体生活 有一天一定要过去的 她的希望 她的盼望 绝对不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她的希望 跟她的盼望 就是在耶稣的身上 当然她如果能够活得更久 她会更开心的 但是今天她要这么快 就要回到天父那里 她一样的很平安稳妥的 在她去世之前 那么当她的先生跟她的小孩 一起到医院看她的时候 有一天她看到 她说她看到另外四个人 进到这个房间来 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衣裳 我知道这四个人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耶稣 那么另外三个是 她旁边的天使 那么她感到非常地平安 当她看到这个异象 她感到非常地平安 那么她的家人 也同样地得到安慰 那么在这个告别式的时候 大家都谈论到 这个黄姐妹的生活 那么特别为她唱了一首 她特别在生前喜欢的诗歌 那么也大家说到 她在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做了多好的见证 但虽然在她周边的人 都觉得很舍不得 但是却蛮有希望跟平安的 这就是基督徒的死 但是今天我们反观其他人 如果他们不信主的话 他们不信主耶稣基督的话 当他们的亲戚朋友去世的时候 我们看看什么样的情形发生 我们看到的是惧怕 我们会看到那种死亡 怕死的那种惧怕呢 回来找他们 因为在他们看到死人的时候 他们会怕 许许多多可怕的事情 都会在他们周围发生 他们没有希望的 但是基督徒 反观基督徒呢 每一个都有盼望 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 并不是要让大家都害怕 因为死是一个真实的事 任何时候都会发生 在任何人的身上 我们再看经节 希伯来书第二章 希伯来书的第二章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她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败坏 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事物节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 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我们怎么说 信主耶稣基督是对的呢 今天我们怎么样说 这个主耶稣基督 跟其他的宗教信仰有不同呢 因为主耶稣基督 已经败坏 那掌款死权的 是的 他被定死牺牲在十字架上 但是三天之后 他却复活了 因为他已经胜过 那会败坏死权的人 他已经不再是一般的人了 因为他就是神本身 因此他能够败坏那长死权的 也就是魔鬼 15节告诉我们说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他能够释放那些 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 没有希望 很怕死的人 就好像一个奴隶一样 今天我们有真希望 我们就不怕了 因为我们随时都是准备好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要大家 把眼睛闭起来 我们把眼睛闭上 我们把眼睛深深地闭上 大家可以把眼睛打开了 那么大家刚才闭眼睛这一刻 感觉会不会很长 感觉好像很长 事实上真正的在表上面 只有15秒 这15秒钟 这15秒钟 可以代表是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是没有 永生神盼望的 死后呢 死后所要面对的 不是只有15秒钟 闭眼睛的时候 那么将要面对的 却是永恒的事情 那么永远 这个到底永恒到底有多长呢 那么当然是没有办法想象的长了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说 要自己准备好 不要再用忙来做一个借口了 因为呢 为了生活 我们可以说 为了生命呢 我们不能说再拿忙当成借口 我们要随时准备好 能够接受永生的盼望 我们请唱诗 141 141 141 明镜与本身 请不下转双脏 请不下转双脏 请不下转双脏